4月22日尼格买提主持的央视新风亦希望搜索词播出了 节目邀请到了王俊凯 尼格买提在现场和王俊凯开视频 王俊凯就出现在了节目现场的大屏幕上 王俊凯的希望搜索词是复工 所以就提到了复工后的状态 而王俊凯和尼格买提视频的时候我们有注意到 王俊凯好像是在自己家里 因为背后有一个大大的灯 这个灯曾经在王俊凯家里出现过 可以看到王俊凯家里是比较空旷的 装修风格也以简约大气为主 还有一个粉色的挂烫机我真的爱了 而王俊凯在视频的时候还有三个男生入境 大家都戴着口罩又离得比较远 所以没有认清楚 有可能是同学也有可能是朋友 还有可能是工作人员 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一直在小凯身后走来走去 有一个就在王俊凯的旁边 还有两个在王俊凯身后的窗户边上 可以在王俊凯家里走动 真的让人羡慕了 有一个在王俊凯身后的窗户边上 有一个在王俊凯身后的窗户边上